日本知名报纸独卖新闻 8月24号在头版刊登了 北戴河会议上产生的 中国政治局常委最新七人名单 其中没有王岐山 无独有偶 8月初中国著名科学家 柯骏和卓英国分别去世 政治局常委都表示了哀悼 但名单里唯独没有王岐山 还有就是前天8月27号 中共中央委员王光宇的告别意思上 中共七名政治局常委中 唯独王岐山没有宋华权 这些消息集合在一起 引起了很多的猜测 作为中共政治局常委 中国重量级的领导人 王岐山的去向将会如何 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 他个人的命运 也可能对中共高层的政治格局 乃至整个国家的走向 产生重要的影响 今天我们请到了 两位资深的时政评论家 来对此进行解读 一位是旅美学者 中国战略研究杂志社社长 李伟东先生 一位是80年代的著名电视片 和尚的作者之一 谢选静先生 两位先生好 你好 我们都知道 独卖新闻是很有名的一个新闻社 那么就这个新闻来讲 你们觉得它的可靠性如何 李先生先请 我觉得它可靠性不大 虽然独卖新闻 这个在中国经营了很多年 他们的消息也一再 也都是非常权威的 但是这一条新闻的披露 只能算是一个预选性的方案 可靠性到19大真正开的时候 可能会有很大的变数 那么谢先生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它的消息可靠性 还是比较大的 因为这个里面有巨大的商业利益 就是说独卖新闻 它如果是这个消息不可靠 它会蒙守很大的商业上的损失 信誉上的损失 所以他们一定是有 他们认为很可靠的渠道 他们的来源 他们才会播出这个新闻的 那你觉得他们有可能是什么渠道 得到这个消息 这个他们肯定是从他们认为 最权威的渠道 那当然就是说 他经营了这么多年的一个独卖新闻 是日本最大的新闻 那么这个就是相当权威的了 超出我们的下场的权威应该是 好 李先生 那么你觉得这个消息不可靠 也就意味着你认为 王岐山很有可能还是入常 是这样吗 不是的 我是说他的总体的入常人选 不太可靠 因为我在北京期间 跟独卖新闻有很多合作 他们的消息来源的情况 我大概也知道 我也算是他们的消息来源之一 但是我每次给他们 有些消息 有些重要的事情 说给他们的时候 我的消息来源 当然也都是两三个 这个更接近高层的人 然后酒桌饭桌上 听来的一些东西 这个我也不敢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所以根据我以往的经验 我认为他这次的消息来源 大概也还是这个样子 应该这个说有一定的可靠性 但是说是最后定论 恐怕还离真实情况相差很远 那么你当时是在中国改革 当社长是吧 对 那么除了你之外 你觉得他们还有可能 从其他什么样的渠道 得到相关的信息 我觉得敢去跟独卖新闻的 朱北京 因为我当时是跟他的 朱北京学的局长 就是他的最高的 在北京的负责人 这个敢去跟这样的人去见面 而且是外国新闻社 朱北京的首席代表 这个可能也就是我这样的 一个一个差不多层面的人吧 更加这个核心的人 恐怕是他们很难见得到 别人也不敢见他们 所以我不觉得 他们的这个消息来源 有特别大的把握 只是比方说 像我们这样在中央政府的外围 一些事业单位的人员 然后可能跟一些个部长 什么有些关系 听到一些信息 然后他们就 当然也会多方面核实了 这个这个 然后把它披露出来 但是我不认为 这次消息的可靠性有多高 那么你否定的是 他整个新闻当中的名单 那对于王岐山离职这个消息 你觉得可靠性怎么样 王岐山离职的可能性 变得很高了 我现在认为 他离职的可能性占60% 保留的占40% 如果有时间 我们下面再分析 好 谢先生 你怎么看 王岐山离职的这个消息 这个事情呢 是很怪异的 因为七个常委 缺他一个 这个跟十九大 可以说是不必有关系 因为十九大 即使他下去 不再做常委了 那他现在还是常委 为什么现在 就把他名字 独独漏掉呢 这个是很怪异的一件事情 那么有的人就说 王岐山这个人 他就是喜欢不按牌 里出牌的 他可能在办一些大案 要案所以故意的 就是搞得神龙 见首不见尾这样 但是呢 因为送 他即使自己本人 不能出席 送个花圈 这个好像也 不需要他出席 所以这个事情 是很怪异的 这里面肯定有一些 不寻常的东西 那你先生 你说王岐山的 留职的可能 可能只有40% 那你这个比例 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我先同意 这个刚才选郡的说法 就是王岐山 最近这一段时间 三次有机会送花圈 都没有送 那么下面还有一个人 已经刚刚去世 一个星期吧 就是安志文 这个我们到安志文的 这个告别仪式的时候 在看 这个前一个 跟这个安志文 这样同等量级的 也跟原来的改革派 有关的一个人的去世 是杜润生 杜润生的时候 王岐山不停送了花圈 而且亲自到现场去送别 下一步安志文 这算是他的老领导之一了 看看有没有可能 现在还没有安志文 整个送别的消息 我们再看王岐山的动向 如果到那个时候 安志文的这个花圈的事情 如果王岐山参与了 甚至到现场去送别了 说明他这一段时间 那就像刚才选君说的 神龙见首不见尾 反正又有什么别的事情去做 如果到那个时候 他也还不出席 也不送花圈 那可能他就有些特殊的状况 现在也不敢多说 那么回到你刚才这个问题上 这个我的四六开 在这样的分析是 王岐山本人这几年 这个传出来的消息 他都是不要连任的 因为他今年的年龄 已经68了 这个他是1969了 他1948年生了 所以按照这个中共当局 当年的这个 就这些年的一个潜规则 就是七上八下 他按照道理说是应该下来的 他在这之前呢 也多次在跟朋友聚会啊 等等一些场合表达过 不想连任的这样的一个意思 所以呢 按照他个人的意愿 可能下来的可能性变得很大 当然这个下来的可能性 不包含最近所谓 网上炒得很热闹的 这个什么给他 对他有些什么攻击啊 轻轻晕策啊这样的因素 那些因素都是微乎其微的 不起成分 这个他个人的意愿 可能占了很大的成分 我之所以说 还有40%的可能性 是因为就习来说 习近平来说 这五年的主要的政绩之一 就是反腐 而这个反腐是习王一起完成的 当然是习的意志为主的 另外呢 这个如果王岐山退下去的话 他也可能这个 未来的反腐的力度 包括还没有完成这些事情 就没有人像王岐山这样得力 还有第二个因素呢 如果王岐山自己想要 进一步 如果习近平如果想要进一步连任的话 比如超过二十大 那么他也需要有一个人 跟着他一块来破这个规矩 好的 你已经说到了很多的因素 那我们回到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就是说你刚才提到 主要是年龄的因素 那么谢先生 你觉得如果是王岐山下台的话 你觉得年龄是主要因素吗 有没有其他的更为重要的因素 我觉得年龄是最为重要的因素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王岐山是1948年生人 习近平是1953年生人 他正好比王岐山小五岁 也就是小一个任期 那么今年呢 69王岐山 到2022年就是习近平任满十年的时候 正好也是69 习近平啊 那所以呢就是王岐山 如果今年可以连任不下来的话 那就等于是做了习近平 第三个任期的破冰船了 对 如果他下来 那么显然就增加了习近平 第三个任期的这个阻力 所以呢从习近平的利益考虑 肯定是希望王岐山连任的 这个意愿呢可能要超过王岐山本人 因为王岐山他自己知道 他如果做了破冰船的话呢 他等于是招来这个 他就会变成众矢之敌嘛 现在这个可能有些爆料啊 也是因为他有破冰船的这个作用 所以人家先要把他给拔掉 这样子呢 对 习近平的这个终身制呢 就变得很困难了 就是说 好的 王岐山的留任或下台 形成一个重要的影响 如果是下台这个因素来说 他的作用不大 因为他到目前为止 没有一个爆料是真的 全部都是假货 所以这个到目前为止 由郭文贵撼动了王岐山的地位 这个是可笑的 没有任何实际的证据 但是他的作用反倒可能加重了 王岐山留任的这种可能性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习王联盟 这个过去五年 原来一开始的时候 有人说是习李体制 其实从来没有习李体制 我也从五年前就开始说 没有习李体制 那么这五年的实际状况 也证明没有习李体制 实际上只有习王体制 那么习王体制下 这个完成了重大的反复 方面的这种作为 当然我们在 站在自由派的立场上 我们也批评他是选择性的反复 这个先放下不谈 总之反腐的力度是空前的 这个好像中共建政以来 就没有这样的这么大规模的反腐 除了文化大革命以外 那么所以这个如果王岐山下去 我刚才说了 未来可能习近平的反腐的势头 还能不能这样保持 这也成了很大的疑问 另外王岐山下去的话 是不是意味着对习王这五年反腐的 某种程度上的否定 等于对这个腐败那个集团的 某种低头和认可 或者放松对他们的这种状态 所以基于这样的以往政绩守护的 这样一个角度 习也不大可能放弃王岐山 另外刚才选据说到 69的这样的连任 包括习将来的连任 所以他更大程度上 需要王岐山来连任 那么而王本人这样连任的 这个心理状态 应该说是不强的 实际上你提到习王体制 这个因素也是我们大家看待 目前中国政治局势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那对于习王体制 其实很多人的看法不一样 也有的人说 从来没有什么习王体制 有一个重要的指标 就是说在去年 在一个纪委的会议上 习近平发表了个讲话 其中习近平就提到 他说现在中国 中共党内有阴谋家 有野心家 那有的人就认为 这句话实际上说的是王体制 那对这样一种说法 谢先生你怎么看 我认为王体制 他的作用可能有点被夸大 我们看一下中共的这个历史 曾经有说这个猪毛猪毛 朱德还放在毛泽东前面 后来又说这个毛刘 就是毛泽东和刘少奇 后来说毛林 毛泽东和林彪 实际上这些都是空的 二把手呢 实际上是处在一个 没有什么决定性的这个位置上的 所以呢这个 在邓小平时代也是这样 邓小平说换掉这个 胡耀邦就换掉胡耀邦 说撤掉赵紫阳就撤掉赵紫阳 后来又差点把江泽民都撤掉 所以呢邓小平都 明显上都不是一把手 他都可以为所欲为 那么现在习近平那一把手 所以他如果要撤掉这个王岐山 也是反手之劳 但是正如我刚才说的 他不撤王岐山的主要目的 就是因为撤了王岐山 他的连任就会受阻碍了 除此以外 我不觉得王岐山在其他方面 说他是不二人选 是不可代替的 其实中国的这个权力 主要是由最高领导权来决定的 谁控制最高领导权 他就可以撤掉任何人 这个中国是人 这个叫僧多人少 僧多职位少 僧多州少 就是说这个干部很多 但是职位很少 大家在抢职位 所以把王岐山拿掉 轻而易举 而且换一个人上来 并非难事 那么您 谢先生的看法是 王岐山的作用被夸大了 而李先生认为 是存在一个希望体制的 那么我想问李先生一个问题 现在 王岐山和习近平 他能都属于中共高层的 太子党一派 那么现在 如果王岐山下去了 按照你的估计 百分之六十 他要下去 那么对于习近平来讲 对他的力量 是不是一种削弱呢 我首先同意刚才选据的 关于中共党史的分析 但是习近平执政这五年 跟以往略有不同 因为习也好 王岐山也好 刚才像你说的 都是作为红二代太子党 虽然王岐山算是外戚 是女婿 但是在中共党内的 整个的地位和分量 也都不小 所以跟原来的毛猪毛也好 毛刘也好 绝有不同 应该说王岐山的作用 这五年更大一些 而且没有看到 习王之间有什么矛盾 就是王等于 坚决地执行了习的反腐路线 然后他所形成的 这种震慑力量 对于整个中共党内 人事格局的调整的力度 都是前所未有的 那么如果把他削弱 如果他下去 对习来说 恰恰是削弱的这一点 还有没有第二个像他这样 比方说 是非常有威力 非常有能力的一个人 能够替代他 来帮着习近平反腐 和稳定党内的人事格局 而且也对习那么忠心耿耿 这个人选 现在看是很难的 从独卖新闻公布出来的 好像似乎是栗战书去 替代王的这个位置 但是栗战书本人只是大内总管 这些年来也都是不显山不漏水的 也没有参与到整个人事格局的调整 只有王算是参与到了整个人事格局的调整 因为他搞掉了很多人 所以就要有很多人替补上来 给习近平 这个那个腾挪出来了很多人事空间 那么未来栗战书是否还能够达到这样的作用 现在看是不敢做这样的高估的 所以我同意刚才选军说的历史上的那个状况 但是过去五年关于王的作用 选军兄可能有一点低估了 刚才李先生讲到王岐山下去之后 有可能找到栗战书作为一个替代人选 那么谢先生也讲到 就是说中共这种体制 习近平他已经掌握了最高权力 他想让谁上就让谁上 那么目前的格局来讲 王岐山下去之后 栗战书或的其他人 有没有可能有效地代替王岐山这个位置 我认为代替不了 就是说这点我同意这个李伟东先生的一个判断 就是说王岐山 他虽然他的这个习王联盟 就是说正好是69岁的上面 他跟习近平有一个联盟 因为他比习近平正好大五岁 作为被习近平破冰这一点上来说 他有一个习王联盟的存在 但是并不是说他 习近平离开他呢 就不能运作是吧 因为习近平毕竟是一把手 可是呢下面有一个问题 就牵涉到不仅中共党内 而且一个中国人社会的一个伦理问题 就是说像栗战书啊 或者是陈尔敏啊 这些所谓支江帮的人吧 他们的辈分呢太小 在中共党内呢 就是没有说服力 就像文革的时候 王洪文怎么再被怎么服都服不上来 华国锋后来都不行 因为就是说他们在党内的资历不够 所以呢不能服重 在这一点上呢 那习王联盟呢 有一个奇特的现象 我们都看到了 因为中国这个历史上很少有一个这个领导可以任用一个比自己年纪大的这个副手的 是吧 包括那个毛泽东他用的人都比他年轻的 没有比他用的人年纪老的 但是王岐山呢 他比这个习近平年纪老 在这一点上来说呢 他可以动用一些老一辈的资源嘛 可是像那个比习近平更年轻的那一代 尤其是资格不够的栗战书啊 程尔敏啊这些人 他们就不能服重 这一点上确实是不能取得王岐山的位置 好的 我们现在大家很关心这个王岐山是否下台 其实很重要的一些因素呢 是在于王岐山实际上他代表了习近平第一届任期当中的很多 很多重要的政策 比如说反腐 比如说金融等等这方面 我们先谈一下反腐 刚才李先生已经提到了 王岐山主导的这个反腐 实际上也是习近平第一届任期当中主要的政策之一 那么现在王岐山下台 是否意味着这个反腐的搁置 或者说对他的一个否定呢 没有 这个如果王岐山下台的话 也不意味着这个对习近平的反腐的搁置或者否定 因为他的十九大的政治报告里边一定会 对这个十八大以来的这个政绩 这个方面要给予充分的肯定 而且会坚持说这个会继续反腐 而且反腐还会深化 就不管王岐山在不在 这个都会是成为十九大报告的基调之一 这一点呢是不会被否定的 但实质上会不会产生这个反腐力度的缩减 如果这个王岐山不再连任的话 这个反腐力度刚才选军说到 我也同意 就是几乎没有人能够替代这个王岐山 现在跟习近平算是一个同辈 而且年龄和略长的 能够在党内某种程度上服众 也受到很多元老知识的这样一个卫士 这个直江新军的陈铭尔也好 还是这个栗战书也好 都不足以替代这样的一个权势 这样一个权威 那么王岐山如果事实上下去的话 这个而事实上的反腐 也可能力度会减轻 这个或者说没有人能够 能够担起这样一个重任 那么这也恰恰是所谓爆料的那一派人 包括被打下去的腐败的那一票人 这个所期待的 我相信习近平本人也看到了这一点 所以怎么来弥补 由王岐山离开所带来的这样一个空白 或者说造成的一个空间 那么弥补的方法有两个 一个是这个王岐山继续留任 当然也包括选据说到的69的未来的因素 也还可能比方说王岐山是一个 不是中央常委 然后有另外的 比方说国家监察委员会这样的评误 让他这个不再是中央常委的情况下 但是有国家职务 也有某种这样的可能性 王岐山 现在很多人是期望着王岐山下台 这包括您刚才提到的 王岐山反腐所触碰到的那些利益集团 那么这些被触碰到利益的人 到底是哪些势力 在中共党案到底是哪些派系 被王岐山的反腐所触碰到的 谢先生您给我们讲一下可以吗 我觉得中共的所有的派系 都被这个反腐运动给打击了 为什么呢 因为按照以前的一种不成文的规则 六四以后形成 就是说这些党员 干部你帮助中共政权 镇压反对派的活动 是吧 镇压民主 然后呢 你就可以获得这个贪污腐化的这个权力 多吃多战了 前权交易了 这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以此呢 作为一个交换 就是党和这个干部之间的一个交换 就是说我们同舟共济 一块来这个保住政权 然后大家有好处 大家均分啊 但是呢 这个反腐呢 似乎就是要是意味着中央呢 要把这条规定取消 等于食言了 中央在这一点上呢 对不起这个党员干部啊 本来允许他们这么 就是说多吃多战的 现在不允许了 所以呢 要他们吐出来 还有一部分人要被吐出来 那么这个里面当然有轻重缓急 有选择的反腐嘛 就是有选择的吐出来 但是呢 所有的人都会受影响 对不对 就是起码不能多吃多捞了 这个就他们的特权受到了一个影响 这是一个方面 反腐的一个作用 还有一个就牵涉到终身制的问题 如果习近平连任恢复终身制的话 他等于就把其他人的那个 晋身制约全都给断了 那么当然是其他的 所有的派系都不想看到的一个结果 我要补出说明几句 刚才这个选军提到的这个问题 我首先觉得这个 动了所有的派系 这个可能要细分一下 这个因为这个中共事实上 存在着三大派系 这个边界是不是很清楚的 彼此之间有交叉 但是事实上三股力量存在 一个呢是以这个江泽民就是六四的上台派 他闷声发大财 所搞上来的这一批官僚 就是纯粹的官僚 比方像周永康啊 这个也包括温家宝 温家宝当然没有受到触动 这个也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人 这个就是这个军队当中的这个 徐才厚啊 郭伯雄啊这样写这都属于官僚体系 都是这个这个江上来以后这些年培养的 像谢雪峻先生刚才提到的 六四的上台派 然后立一军瞻的这批人 第二个力量是团派 就是团帮 团帮总体上这些年来被打下去的人不多 这个虽然有另一计划这样一个例子 但是总体上被打下去的人不多 就是团帮总体上腐败程度不像 这个这个那些个大官僚的那些 那些人那么严重 还有第三个力量是红二代 那么习近平反腐和王岐山反腐的力度 基本上集中在原有的江曾系统的这个官僚系 和这个团帮当中的若干人 这些年这五年的反腐 基本上没有涉及到红二代 无论是李腾家族 李腾帅这也算大红二代 还是陈云家族就陈元 还是这个王振家族 还有其他一些家族都没有涉及到 他对红二代基本上是保护的 他也算是红二代的一个代言人 所以呢说这个反腐是这个选择性的 我主要是针对这个意思 那么如果未来的这个五年新的十九大 你们刚才提到前提是就说常委 其实我是反对常委制存在的可能性 那么习近平要获得连任的话 他有恢复中央主席制的这样的可能性 从现在开始 十九大秋盖党章 然后马上恢复中央主席制 他就马上赢得了十年任期 就有新的十年任期 而且恢复主席之后 也可以不要中央常委制 就全部都是这个政治局 政治局可以由25 扩大到30 也可以缩小到15 就是一个大常委般的 用政治局来替代 这种情况下 新上来的政治局委员 就可能去出任这个新的国家总理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其实大格局 如果你限定在常委制一定要有 而且非要选择几个人的话 那我们讨论的范围就太闪了 所以按照你的说法 王岐山其实还是有可能 以另外的方式留任的 就是说他还有可能 就是按照这个制度修改之后 在这个中央的这个重要的位置上 担任某种领导职务 以防说党中央副主席 但是不是常委 那么这实际上就涉及到了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就是现在根据外界的传闻 包括郭文贵的爆料 认为王岐山从很早开始 就在党政军以及学界 经济界 学术界 外国等等 进行了非常全面的布局 其目的就是为了长期的影响 中国的这个政治以及经济等等 那么按照您的说法 如果王岐山能以某种方式留任的话 他是不是能够依照 依据他这种布局继续地 对中国的政治甚至经济进行控制呢 王岐山的这个布局 不用郭文贵去说 我们懂得中国政治的人 都是知道 这个也算不上他的什么爆料 我说他的爆料没有一条 是真的就是说牵扯到 王岐山的这个所谓在洛杉矶附近的房产 已经被完全证明都是假的 然后海航这件事的爆料 是纽约时报先爆出来的 郭文贵只是往上贴牌 贴上了一个莫须有的私生子 跟王岐山连接起来 现在也被证明 这个私生子的问题是伪造的 所谓这个老领导或者傅政华的电话 变声录音也被证明是伪造的 所以他没有什么料是真的 有实质性对中共的影响 李先生提到了他认为郭文贵的爆料 是没有真实的 那你怎么看郭文贵的这种爆料 大部分人认为郭文贵的爆料是真实的 那么而且呢 一个重要的证据就是说呢 因为中共官方 史无前例的对他做出了反击和回应 以前那个很多人有爆料 爆料温家宝 爆料胡锦涛 爆料习近平 甚至爆料邓小平家族什么的 通通没有得到过回应 但这一次呢 特别的例外 得到了这个中共官方的回应和反击 那么有人就说 这是有人故意给那个 在中共内部啊 故意给王岐山使坏 就是通过这种反击来 让王岐山坐实这个 被郭文贵指控的那些事情 等等 这个就真假都难辨了 那么回到刚才你说的这个布局问题 王岐山的布局也好 习近平的布局也好 选属进入中央常委的人都在布局 王岐山的布局并不是特别突出 或者特别这个这个超出别人的 大家都有自己的局 但是呢 如果习王是一个联盟的话 他们这种布局应该是共通的 也没有彼此发生过冲突 这五年的以往的执政也看得出来 那么未来 如果说习近平委托他去布这些局呢 委托他监控这些领域呢 金融包括海外 包括经济 所以就不存在别人分析的 说因为他个人布的局 好像超出了党内的什么规矩 然后一定会造成什么样的分裂 现在是看不出来的 那么先生你怎么看 王岐山布局的这种说法 我同意李伟东先生的这个说法 就是每个人都在布自己的局 但是王岐山呢 他的这个局呢 可能就是 因为他跟习近平有这个配合嘛 以至于被认为具有一个习王联盟的存在 所以他这个局呢 就牵入到习近平的局了 这习近平的局才是大局 因为一再强调了嘛 是吧 这个要大局意识嘛 要有全局意识 要有什么这个意识 那个意识 其实就是 核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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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就是习近平意识 习近平的局 习近平的局 他的关键就是说 他要推翻邓小平的局 要推翻邓小平以前布的那个局 是吧 包括隔代指定啊 什么那个两个任期啊 后来的 以及那个什么七上八下了 之类的 他要改变的是这个大局 所以呢 关键的矛盾就在这儿 那么在这种矛盾之下呢 王岐山呢 就等于是成了习近平的一个 一个替罪羊嘛 就是说等于所有 针对习近平的火力 包括这个海外爆料的 也是这样的 他不冲着习近平去 他冲着王岐山去 因为大家都很清楚 把王岐山搞垮了 习近平也就 也就独母难知了嘛 是的 我完全同意 选俊兴刚才的说法 选俊兴刚才说 习近平要破邓小平的局 这才是一个政治分析家 的一个大格局的说法 这个说法完全赞同 这才看算是 某种程度上揭露了 这件事情的本质 所以这个局 总体上是习的局 因为这五年就是习核心 大家都在拥护习核心 终于他也有了个正式的 由党中安全会决定的 这个核心地位 那也为未来提出习近平思想 包括未来十九大以后 完全按照习的路子来走 已经奠定了一个基础 那么这种情况下 谁也要把矛头 针对王岐山 事实上是在针对习近平的 这也是海外民运 对郭有某种支持 就是说 郭去报王岐山 事实上最后也是要报 要要缴习近平的局 这一点在某种意义上 客观后果可能是这样的 那么倒过头来说 习就不会允许这种局面出现 要尽可能 打掉这个角局的行为 但是也有人说 郭文贵是习近平的一颗棋子 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他自从在 把北京市的一个副市长 用那么卑鄙的手段搞掉 当然那个刘志华最有应得 中央范围内 至少局以上的干部 都不敢给他有任何料 也不敢跟他有任何接触 也不敢有什么老领导 在北戴河在中国 天天给他打电话 这都是糊弄普通观众的 不存在他有任何人 给他正式指示 让他告诉他习要如何 他可能在揣摩圣意而已 好的 那你们提到王岐山的布局 实际上并没有独立于 习近平的布局之外 那么总的来讲 是一个核心意识 是习近平在布这个局 那么习近平布的这个局 不管怎么样 还是要到十九大上去兑现 因为十九大现在 党代会迎从了中共领导的 一个合法性的来源 但是现在传闻说 十九大会提前召开 那么对于这个传闻 谢先生你怎么看 有可能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这个传闻本身 就是说我觉得不可靠 因为中国现在呢 当然中国现在处于高度的 这个不确定时期 甚至于出现了某种 这个高度的不稳定 包括在这个中印边界 出现的这个很奇怪的一个情况 就是先是习近平在 朱日和这个演习中说 一寸土地都不让的 都不能放弃的 任何人 任何组织 任何什么国家 任何势力都不能 不要想从我们这拿走 一寸的土地 结果现在呢 主动在这边撤兵了 像这种高度不稳定 我称之为高度不稳定的事件 所以呢 在这个风雨飘摇中呢 就出现了这个 关于十九大可能提前召开的 这么一个说法 但实际上可能只是一种谣传吧 好的 你提到了中印边界的这个争议 那么现在呢 已经平息了 双方都已经撤军了 那么有的人认为呢 这也跟十九大有关 那李先生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首先同意选举雄大台的判断 就说这个十九大提前召开 这件事的说法是不靠谱的 我还要给自己的根据 一会儿会回到这个中印这个问题上 一般来说 如果一个党内会要提前召开 这个可能有两大问题 一个是比方说 急急忙忙要打抵仗 比方说中印 比方说中朝 这个或者其他方面的因素 这个急着要开战 但是现在已经临近冬天了 这个可能性也不大 跟任何一个方向上 开战的可能性都不大 何况中印之间已经撤冰了 这个中方已经不在 这个那块自己认为 是自己领土的地方 在修公路 自己退去 这个而且这个像印度和不丹 都有各种各样的经济援助 那么如果没有战争因素的话 还有第二个因素 就比方说面临政变 就有突发事件 不赶紧开这个权力 可能就丢了 那么事实上 现在看习近平在国内的权力 是很稳定的 也不存在什么突发政变的 这样的可能性 所以提前开的可能性是不大 另外 如果按照中共的一般的规矩 这个十八大是这个略微 往后推迟了一点 那么十九大 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 你得让人家中央委员 这个这个政治局委员 任满五年任期 按理说是应该一天都不长 但是符合党规党法的 所以我预计十八大当年 是哪个月份开的 十一月多少号 我忘记了 十九大大提案 也应该到那个时候 而且按照惯例 应该在下个月 举行七中全会 上前六中全会 每一中全会 都有一个主题 七中全会是要确定 这个十九大的 整个政治报告的 这个底稿 这个格局 以及人事安排 以及整个大会议程 如果七中全会还没有开 就急急忙忙开十九大的可能性 是不存在的 好的 二位对王岐山 是否下台这个问题 都提供了很有趣的看法 那么尤其是提到了 王岐山的布局 并没有独立于习近平之外 那么这个说法 和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些说法 有一些出入 但是也给我们提供了 一个新的思路 那么感谢二位 今天给我们提供 这些宝贵的意见 王岐山是否下台 那么现在也没有个 确定的信息 这要直到十九大 才能够揭晓 那么也请各位观众 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